那接下来第二位分享嘉宾 我们要请到赵明姐 她就是来验证到 她在超马里面所学习的这一切 是不是真的 好谢谢赵明姐 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主持人 感恩在厂 在线上的超马家人的共振 赵明来分享 在超马学习的心得 那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这个姻缘进入了超马 那因为自己的不成熟 自己对很多事情的认知上 逻辑上面不正确 所以做了一些 平常就做的一些行为 可能是造成日后 这个孩子身心灵上的压力 那因为是有所求 所以进入了超马 那进入超马以后呢 并没有很 就是说放下 打开心门 好好学习 就是一直在希望 借由别人的力量 改变现状 改变困境 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是因为自己的心门没有开 也没有努力 所以在超马 前面两年是在晃荡的 然后又因为姻缘际会 所以接下天元一些 志工的工作 那接触了导师跟营运长 那在接触导师营运长的时候 就看到了我们这位 两位领导人是不眠不休 真的是几乎是这样 随时好像都可以联络到的那种感觉 他们是为我们 为超马家人 做了非常大的一些付出 那我因为以前是做业务 所以我们比较功利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事 就是因为好奇 我心想说 要营运 不是很容易吗 摸个头 说几句话 就是一个笼笼 就一百万进来 一千个笼笼 那钱不都进来了吗 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呢 我会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就开始 打开心门 就好好的学习 那进来学习以后 我就发现 原来自己曾经有非常多的问题 是自己不曾察觉的 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有意 有时候可能是无心 那我们会伤害到别人 那有意的呢 就是我们要维护我的名利 无心呢 就是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 譬如说介入因果这些事 因为我重新检视自己 发现自己曾经自以为好的一些优点 是人格特质 发现竟然是 让自己伤痕累累的一个错误的观念跟行为 譬如说热心住人 当你没有正确的逻辑观念的时候 你常常会不问是非 介入因果 介入他人的因果 可是这个对英国讨报的另外一方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 当然你自己也必须要承受 那还有做业务最强调就是使命必达 就一定要做成 那这就是红尘的习性 这也是很容易造业的 就是也是会伤害自己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 力挽狂然 坚持己见 就是跟别人的互动上面 就是会卡在那里 所以很多很多的缺点 就造成了现在日后的一些问题 我进来超马以后 就开始学习 讲到学习 我先要感谢一个人 那个人就叫做香灵 实际上我不太认识他 我只见过他几面 跟他说过一次话 就是在有一次的星期五的 也是张金学姐的这个精英会上 他要我用三句话来跟别人介绍超级生命密码 他讲得很快 我听了一句 天人合一 我就已经觉得说 哇好棒 后面那两句还来不及听 可是我就在想 三句话要说出超级生命密码的精髓 我怎么说不出来呢 我说的都是一些很皮毛的东西 都没有去 没有办法去 就是共鸣 跟对方产生共鸣 对方产生性灵的共鸣 所以回家以后 我就发了一个小月 就是我每天都读 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我要连续读十遍 可是我现在才读到两遍多 我就觉得我实在是收获满满 像 譬如来说 我们常常是对很多事情不以为然 或者说好吧算了 或者说原谅他吧 不要跟他计较 以前都觉得自己很有修养 宽宏大量 可是事实上 你超级生命密码 多读几遍你就是知道 真的是我直升 升到不自觉 所以我觉得超级生命密码 是一个提升智慧的书 当然我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忍我 或者是我们接收天地的障碍 情绪也是因为我直引起的 然后我就开始 每天看超级生命密码 我每天的心得是分三段 第一段就是我的超级 就是我当天的心得 第二段就是超级生命密码 读后心得的单独一段 第三个就是感恩 那我每天写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 真的是受益非常的大 我真的很想跟向林说感恩 学习的重要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看到有一篇 有一段他写 一切叫 就是事好事坏 速速远离 一切不自然负面的组合体 或者是能量 在人事物上 要趋于这方面的任何东西的话 只要是趋于这方面任何东西的话 我们都必须要有智慧 迅速远离 比如说 有些东西 就是像很悲哀的歌 情境 我们觉得很享受那个感觉 事实上那是一直都是负能量 一直在朝我们身上堆积 那还有一些就是 譬如说能量在哪里 你就必定产生那样的结果 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你有没有审慎的把关的问题 这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 就是一再的读超级生命密码 慢慢的一个字 一个字 一个字 入心入灵的读 发现 这也算是 我总会要讲礼物里面的 一个非常大的礼物 那我们常说你要修行 要修行 没有智慧怎么修 没有超码的基础 你怎么能够判断 你做的是正确的事吗 在前程知错不改 还是在原地搭转 就是徒征自己的挫折而已 所以我觉得 在超码 学习就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那爱与感恩是必然存在你的一切之中的 凡事人皆需爱 真诚的爱 能够消融千年兵 不是对方改变不够 是自己的真心耐心做到位了吗 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超码的学习 因为超码的学习给我带来非常多的礼物 那我现在要分享的礼物 那以前我对礼物的看法就是说 我现实面欠缺的东西 或者我现实面 觉得说是不如意的东西 只要得到了 这就叫做礼物 而事实上不一定 像我们红尘习性的这个调整改变的话 你才有可能有生活性的转变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你就是维持原样 你要得到任何的礼物都很困难 我觉得最大真的最大的礼物 就是进超码学习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问说礼物是什么 为什么别人礼物收不完 自己都一直在等待中呢 因为你可能跟我一样 有的时候没有看懂 天地给你的礼物 我觉得刚刚有讲 困境就是一个大礼物 因为困境就是你的前世或今生的一个习性 产生的一个问题点 你要修正调整这个习性 你如果把这个习性修正调整 那以后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发生了 这个生活境就会改变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分享 有一次我去发书 以前发书都是觉得说我发多少本 我就可以累积多少功德 多少得之量 因为我承诺我要多少得之量 所以我去发多少本书 有一天我忘了这个事情 我就是做完心法去发书 那时候感觉真的可能是因为能量满满的感觉 我看到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自己好像就变成当初接引自己的那个剑云 就是我希望把每一本这个疗愈权力 千年之约或者是住的秘密发出去 希望有一个人跟我一样那么幸运的接到这东西 这个礼物 然后呢他因此改变他的人生 所以那个时候忘记了这个资粮的事情 得资粮的事情 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 那一刹那就感觉到 原来付出就是一个礼物 而不是只有得到 那还有一次我们在负责导读的时候 因为自己就是说 文字啊言语的表达上有些困难 所以我在事先在家里读啊读 读了好多遍 然后去现场导读 导读完突然回来就惊觉 啊因为自己不断的读 然后因为要弄懂到底导师要说的是什么 而不是就字面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下去 就觉得啊真的是付出就是得到 付出就是礼物 那还有就是 嗯 我们就是在如法实修的时候 你的心情沉浸下来 你会感觉到日积月累下来 你会觉得自己的能量一直在增强 而且会感觉到有能量的感觉 就是会麻麻或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嗯 这也如法实修也是个很好的礼物 那还有就是以前我曾经分享过 就是家人的健康 还有生命的这个 嗯 过关哦 这都是非常好的礼物 就是 儿子曾经不想活 他想自杀 可是现在他可以很快乐的回来 跟我们一起啊 共聚啊 就是餐饮 然后聊天 然后帮我做洗碗 帮我做家事 陪我去看医生 那我自己呢 也是因为过马路 差点被一个休旅车撞飞 我的先生生病 也是一样 在嗯 紧急的时候 我觉得是跟天地 呃太阳公公祈求 呃能够有一束惊慌 做个结切保护他 他很快的就停止了 那个咳嗽跟呼吸不过来的现象 这都是非常针对的 还有就是很多像停车位 像什么 就是讲起来真的是 呃非常非常的巧 好像什么事就是心想事成 你想到 哎不自然的 等一下事情就照你想的就发生了 有的时候呢 甚至啊 你不想也自然会出现 像嗯 我被桂冠仇 桂冠做一个讲座 那他为了要让我试吃 寄了大概一两百块一包的那个餐包 冷冻餐包 寄了一百包给我 两个礼拜慢慢吃 那我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超马的一个教导 所以我觉得我要用感恩的心 呃对待这个呃 桂冠给予的这个机会跟这个餐包 所以呢我就很认真的吃 可是当我吃完大概十几二十包的时候呢 突然我先生哎又有状况发生了 那就是在八月二十五六的时候 查不出病因 气喘 不能呼吸 我心里很明白 可能是英国淘宝 可是我跟他讲 他不相信 他认为他有做善事 天地自己会解决 跟他讲不通 所以我就开始告诉我身边的超马家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尽量帮我去调一些票 让我认购啊 或者是音乐会票让我去结缘啊 所以 呃 这事情呢 我也很努力的做 呃 一切都很顺利 甚至呃 我意想不到的人 从国外回来的人 呃 他主动打电话跟我聊天 我就送出了书跟那个呃 票 然后 呃 八月二十八以后 我的先生 再回去医院那里看 还是查不出病因 还是查不出病因 可是呢 这样来来回回 很 很多趟 他的身体的健康 自然好了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医生也很奇怪 我们也很奇怪 然后 那超马 我刚刚讲的是桂冠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他给了我一百多包 我觉得让感恩的行为 要好好试吃 就没想到 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在 我们一阵慌乱的时候 那个都 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这桂冠的餐食 非常容易的 呃 烹调 就是呃 加热或者是微波 我们就可以有 配着我们的饭 就可以吃了 因为他有汤 有菜 有什么的很多 让我们的生活 不影响我们生活的步调 而且还稳定 照顾到我们的 三餐的营养 那这个 座谈会呢 还 呃 就是 嗯 给了我一笔非常高的一个 座谈会的一个 呃 奖励金 呃 觉得这真是 我也没有求的 他就自己来的 那 他在讲到说 八二八 因为先生的关系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说尽量的去结缘 尽量的结缘 结果一个朋友 他就 嗯 打这个 电话给我 他突然打来 我说 诶 你在法国啊 这不是应该是晚上时间吗 你晚上时间吗 他说 没有 我回来了 我 父亲往生了 我来办后事 是真的啊 我就跟他聊了 我告诉他说 我跟你结缘一张票 就是 八二八的票 哦 那还有一本书 他说 我在隔离 我说 没有关系 我寄给你 我寄给他以后 因为隔离 什么事都不能做 他就在看 看那个书 看完以后呢 他非常的感动 哦 在这之前 我是一直都有寄歌 或者是文章给他 他从来不回应 也不理我 我想 没有关系 他不说不 我就继续寄 然后他看了那个 因为可能有前面的音源 他看了那个书以后 他告诉我说 他奇怪 他看了那书啊 很喜欢 而且一直会掉眼泪 然后他还跟我说 因为他在法国 移居法国 所以他有妈妈 是私自的妈妈在台湾 他回来陪他妈妈 那么母女之间有心结 然后因为母亲私自了 不太能讲话 所以他就念草码给他听 他说念着念着 他就哭了 然后跟他妈妈说 对不起 他看到他的错误 奇怪的是 他的妈妈竟然会回他 跟他说 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也有错 然后他们母女就冰室了 然后呢 两个人就 他就开始就说 因为兄弟姐妹 就让他们休息 就由他来照顾 然后他就开始念这个超码 就是说跟他妈妈 坦着超码 讲的内容 他奇怪 一个诗词不能言语的人 他可以回复他 而且他觉得 他妈妈听懂了 更好 更好的事情在后头 他就跟我说 因为音乐机会 他五千块 那张票 没有听 我也没有生气 我只有告诉他 没有关系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你喜欢 我会把所有的活动 都跟你联络 你需要音乐会的票 我会支援你 那过了几天 他就告诉我说 他想要去超码看看 我就带了他到11楼 到11楼坐下来 他就跟我说 他就重复一次 他母亲的状况以后 也是哭得喜哗哗 然后他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 他想做翻译 然后他要请几本 超码的书回去 然后还有英文版的 然后我就问导师说 可不可以让他做翻译 那我就介绍了他的背景 因为他是很虔诚的 一贯道的道清 那导师回复说 可以 所以他就开始 我相信他开始会 开始好好的翻译 好好的看 然后他也会把这个 因为他买了英文的书 他就是要到那里去做分享 他觉得外国人更容易接受 超码这一套理论 因为超码的理论 非常的误情 不是用艰深的语言 让文字语言 让人觉得高不可攀 所以他就买了几本 因为他的情况 财务状况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那所以他就先买几本 他告诉我说 当父亲的遗产分配完以后 他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 他就可以来做一些 注印啊 或者是请书的一个动作 这个其实他的这个出现 除了是我先生之外 在之前我也曾经 因为看到一位家人 有接引国外的南非的友人 我就那个时候 我就起了一个念头想说 我是不是也有机会这样 结果没想到 没有大概就是差不多一年多吧 是不是我不知道 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因缘 也就开始就是呈现 当然还有很多现象方面的领悟 就是说枯花开 枯萎的花草开花 荧幕上出现彩虹 这非常多的这种东西 可是对我来讲 他只是一个讯号 告诉我说 天地是存在的 那我觉得真正最大的礼物 就是进入草码 进入草码就是一个礼物 学会爱与感恩是个礼物 付出是个礼物 所有的东西 只要我们心念是对了 我们为别人付出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那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 跟着导师教导 首读超级生命密码 调整我们不正确的逻辑观 然后呢 我们就真的就是好好去做 我相信这个礼物是收不完 因为我心想事成的部分 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 那最后就是祝福大家 丰盛富足 喜乐圆满 谢谢 哇谢谢赵明杰的分享 哇